那么今天我们继续看看 有史以来最令人惊叹的化石发现吧 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海峡谈世界 2012年 一位农民发现到了一块满是各种恐龙残骸的石头 特别是一些化石骨骼 被确认是打形石草恐龙 这个新物种可以说是有史以来发现最大的恐龙 这个巨龙长37米高6米 总70吨以上 霸王龙于1676年在英格兰被发现 在牛津郡的一个柴石场发现了化石 这个发现是有史以来第一个发现的恐龙之一 第一批检查骨头的科学家认为 它可能来自五亿年前的恐龙 霸王龙 它是有史以来最大的掠石子之一 西头骨长度超过1.5米 举估计霸王龙在历史上拥有最大的咬合力 至少有800磅以上的压力 石竹鸟 是恐龙和鸟类之间的过渡物种 它被认为是第一只鸟类 这种非凡的生物最早于1860年在德国南部被发现 它不是很大 只有一只鸭子的大小 像鸟类一样有飞行的羽毛 这些在化石中得到了很好的保存 至今已经发现了11个石竹鸟标本 凉龙 1857年首次在科罗拉多州被发现 凉龙是一种四株石草巨怪 它在侏洛基期间生活在北美 大约1.55亿年前 作为一种藏颈藏尾的生物 它的长约39米 总约23吨 怪物并非只有在陆地上发现 这些古老的海洋爬心动物并不是恐龙 它们被认为是生活在海洋中最可怕的捕食者之一 它的长度可达17米 重达13吨 故生物学家认为类似鲨鱼的尾鳍 像鲨鱼一样 有着相当快的速度在海上掠食 那小伙伴们看到这里有什么想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我们的视频记得点赞关注并转帮 下期再见拜拜